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来生 作为谭维维的代表作歌曲 虽然曲风温柔简单 但想唱好却没那么容易 素人歌手挑战谭维维的这首歌 初听之下觉得他们唱得还不错 但等到谭维维开口才知道原唱才是灵魂 张杰的实力有多强 可能很多人心里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但如果听了这首 他和素人歌手合唱的《他不懂》 相信一定会对你的判断有所帮助 他不懂你的心 假装冷静 他不懂爱情 把它当游戏 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 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气 他不懂你的心 只剩叹气 不能呼吸 只剩叹气 他不懂你的心 只剩叹气 开口简直 开口简直是被秒杀的节奏 如果阿刁还无法让你做出判断 那这首《林雨一直走》 差距就更明显了 这不是脾气 是所谓执气 与勇气 你能推我下悬崖 我能学会飞行 从不听 谁的命令 很独立 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理 《林雨一直走》 是一个宝石就该闪烁 人都应该有梦 哦哦 都会被怕脱 最美的花朵 是在过着过 在亮眼的心 一闪过就只要 爱本是泡沫 如果能够看破 有心的难过 本期最后一位选手 是来自如今华语乐团 最炙手可热的女歌手 邓紫棋 一手泡沫被深深地 打上了她的个人烙印 无论素人歌手 如何深情演绎 但只要邓紫棋一开口 我就只认她的原唱 全都是泡沫 记忆下的我 你所有的梦 全部都在这里 问你的落空 怪我没有看破 才如此的梦 相爱的梦 要永恒在所说 相拥着寂寞 好了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 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个关注 这里是番茄音乐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